接下來要介紹的觀念是要做所謂的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然後剛才我們看過這輛台車 這輛台車有一個做等速度運動,一個沒有做等速度運動 但是他們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於是我們就問你,你用我們以前的公式去算 你算出來的速度會不會一樣 按照以前的公式去算,你算出來的速度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開始的地點一樣啊,結束的地點也一樣啊 開始的時間一樣啊,結束的時間一樣啊 所以ΔT,ΔS都一樣啊,那你算的就都一樣啊 你看不出任何差別啊,因為 你通通都一樣啊,完全一樣啊 因為你這樣子算出來的東西叫做所謂的平均速度 平均值,這段過程中,不管中間如何變化 只管開始跟結束,求的這個平均值 是假設你在做等速度運動的話 你就會在這麼長的時間走過這麼多的位移 所以它去算的是平均值,所以我們給各位看的那個公式 其實算出來的東西叫做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平均速度,平均值 假設你這個這一段過程是做等速度運動 你就會這樣子花這麼久的時間走這麼多的位移 所以我們算出來叫平均速度 那平均速度是一段時間之內的一個變化 不代表某個瞬間,你從台北開到台中 假設你花了兩個小時,然後我們說你走了兩百公里 然後我們說你時速是一百公里 這叫做平均值 可是它不代表你經過了桃園的某個點的時候的快慢 不代表某個點快慢 那個某一個點的方法叫做順時速度 順時速度,物理上簡稱速度 也就是說我們平常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討論的是順時 討論是順時,那這個先就不用理它 某個瞬間的速度,就叫做所謂的順時速度 順時速度,通過每一個點 但是這件事國中生不會算 因為它的計算要用到一點點數學技巧 如果數學技巧國中沒有教 我們國中生的程度就只會算平均 給我兩個點,兩個時間 然後看我花多久時間走不到位移 走到位移 好 那如果東西是在做等速度運動的話 那就表示它隨時隨地的速度都相同 所以每一點的順時速度都一樣 每一點都一樣,那做出來的平均值還是一樣 所以等速度運動的時候 平均速度就會等於順時速度 這也是我們國中生用來解決順速度的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不會算順時,但是我會算平均 那因為你的平均等於順時 所以算平就等於算順時 算順時,就是我們的做法 就讓你了解一下,什麼叫做平均速度 什麼叫做順時速度 好,就是這樣,OK?